不求最精准,但能省时间 大家好,我是呼呼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尝试的一个新的系列 我发现很多小伙伴都对某个品牌有一定的执念 虽然会出现明明同价位别的品牌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他就是想要这个牌子 主要是苹果、华为、小米这三家最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之前已经出了两期分别是小米和华为的内容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苹果手机 也就是iPhone 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品牌的特点 然后再详细的对具体型号进行一个梳理 给出一个比较粗略的购买建议 从A到D推荐度依次降低 A是最推荐,D是最不推荐 方便对品牌有执念的用户来选购 如果有的朋友不想看前面的讲解 可以直接跳转到这里 如果想看其他品牌的内容 也可以关注我 后续更新了会推送给大家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苹果这个品牌跟其他的品牌都不一样 无论是从硬件层面 还是软件层面来看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放在苹果手机和其他的手机有哪些区别上面 我会分别从品牌硬件和软件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之后再带大家来梳理一下苹果的产品线 首先是品牌 先来一句话总结 苹果的手机具有奢侈品的属性 毫无疑问苹果是手机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数码产品界的第一信仰品牌 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某个具体型号到底是好是坏 他们在乎的仅仅就是有一个苹果的logo 从售价上来说苹果有着很高的溢价 绝对的售价也很高 所以买苹果的产品基本上不太需要考虑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因为肯定不划算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苹果的工艺确实很棒 也确实很有逼格 可以说是带有一点奢侈品的属性 很多人真的会因为你用苹果的手机而看你的眼光有所不同 并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就是 我开不起豪华跑车也买不起名牌的包包 但是就算某人再有钱 他能够用到的最好的手机也就是iPhone了 我完全可以和他用同款 大家也没有必要觉得这样的心理很俗气 这就是苹果手机的一个基本属性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也没有必要非得把奢侈品的这个属性和手机实用的属性来分开考虑 其实王思聪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有人问他 你怎么分辨一个女孩到底是爱你的人还是爱你的钱 王思聪回答的大意是 我没有必要去分辨 因为有钱本来就是我的属性之一 就像有的人喜欢漂亮的 有的人喜欢有才华的 都是某个人的属性 干嘛非得要去掉这个属性来看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硬件 继续先用一句话来形容 苹果使用的硬件经常是与众不同的 从不跟风 而是习惯把现有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更注重实际的用户体验 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苹果在某些的硬件规格上甚至是落后的 比如说苹果没有用流行的大底高像素的传感器 没有屏下指纹 双感双弹落后安卓好几年 多摄像楼的使用也明显落后 包括现在对5G的支持 也可以说是最落后的一个厂商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 这是苹果没落了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可是经常在做引领潮流的事情 比如说触摸屏的手机取代了诺基亚时代的按键手机 比如说创造出了iPad这样的一个物种 比如说在手机上使用了指纹识别等等 其实不然 iPhone并不是第一个触摸屏的手机 之前早就有了 iPad也并不是第一个平板电脑 iPhone也并不是最早使用指纹识别的手机 而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它是第一个呢 因为在之前那些触摸屏手机 平板电脑以及指纹识别都太难用了 以至于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所以说苹果并不是先驱 只是第一个把这些功能做到好用的 而现在的情况稍有区别 但核心的理念是一样的 苹果依旧不跟风 而是专心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很多功能没有就没有了 而出来了就要力求做到极致 比如说3D的人脸识别 比如说多摄像头的无缝切换 比如说高品质的振动马达等等 最后我们再来看软件部分 我们还是先用一句话来进行总结 苹果的iOS更加的简单易用 但功能不如安卓丰富 不如安卓精准灵活 这里重复一下我之前视频里用过的一个比喻 假设我们去吃火锅 苹果手机相当于给你定制了几种选择 它会问你要不辣的 微辣的 中辣的 还是特辣的 你通过这些描述能够知道个大概范围 但是有可能你会觉得微辣的不够辣 而中辣的有点接受不了 并没有一个最合适自己的选项 而安卓会给你更灵活的选择 它会问你要几个辣椒 你是要一个还是要两个 还是要十个 还是要35个 你可以任意说数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口味 但缺点是 你可能并不知道 35个辣椒算是微辣还是特辣 它的功能丰富 但是相对麻烦一些 所以苹果的系统会缺失很多功能 比如说通话录音 比如说微信双开 还有一些带有点作弊性质的操作 比如说是破解帧率等等 苹果的手机上都不行 或者是比较困难 至于很多人所关心的 苹果比安卓流畅 那其实是以前的说法了 现在的安卓一样很流畅了 不过苹果的后台是冻结形式的 不需要像安卓手机一样 经常清理后台 那么苹果的系统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 iPhone的算法非常强大 而且拍照拍视频时 让人感觉不到算法的存在 预览和成片基本一致 拍出的照片更加接近真实 而没有安卓那么强的修饰感 当然对于爱美颜的女生来说 这个应该算是劣势 它在使用的稳定性上要好一些 因为是独占系统 软件也都是经过针对性优化的 比如说稳定器相关的APP 安卓变交起来就非常的卡顿 而iPhone就会顺滑 还有比如微信公众号 苹果能够支持丰富的字体 而安卓不行 第二 多设备协同的体验更好 多个苹果设备之间 可以同步相册 同步备忘录 在一个设备上打开网页 在另一个设备可以接着看 用AirDrop无线传输文件很方便 在电脑上复制一段文字 在手机上可以直接的粘贴 旧iPhone换新iPhone的时候 数据的转移也是特别的方便 第三 在安全性上 苹果也相对好一些 流氓软件删着软件之类的 会少很多 有的小伙伴可能听说过 之前FBI要求苹果公司 破解某一个用户的手机 都被苹果无情的拒绝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手机的具体推荐表 其实苹果手机的这部分内容 应该是最简单的 因为它的型号很少 而且处理器也不分什么旗舰处理器 和中低端处理器 只分今年的旗舰 还是去年的旗舰 还是前两年的旗舰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处理器 来进行区分 A13 A12 A11这样 首先iPhone 11 Pro以及Max 这是iPhone最新的旗舰 相比去年的处理器 主摄各个方面都有所提升 还加入了广角镜头 最主要的是续航提升不小 但是由于它的售价比较高 加上并不支持5G 建议如果不是特别不差钱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买它 还是推荐等一等iPhone 12 推荐度B 接下来iPhone 11 与Pro版相比屏幕变成了LCD 缺少了长焦镜头 而最重要的处理器 主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等等 都与Pro版相同 售价却低了很多 虽然苹果手机里面 性价比比较高的 虽然它也不支持5G 但是今年5G版的iPhone 肯定售价会高很多 所以5000左右买一部iPhone 目前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推荐度A 去年的iPhone XS系列 屏幕比今年的iPhone 11要好 但是非常重要的处理器 主摄像头等配置 却不如iPhone 11 续航也比较差 因此我还是更推荐iPhone 11 而iPhone XS系列的推荐度为C iPhone XR系列 与XS相比 屏幕变成了LCD的 缺少了长焦 但是续航更好 而与iPhone 11相比 同样是处理器和主摄落后 缺少了广角镜头 售价更低 但其实也没有低太多 所以尽量还是买iPhone 11 但XR也是可以考虑的 推荐度B 前年的iPhone X已经停产了 更多的是二手的了 售价可能约3500元起 但是落后两代 续航也并不好 二手的水也比较深 建议谨慎购买 推荐度C iPhone 8系列虽然没有停产 但是形态是比较落后的 官方的售价肯定是不值得买的 而如果能找到便宜很多的渠道 可以考虑 但是同样也是谨慎购买 推荐度也是C 至于更早的iPhone 7系列 虽然售价上看起来比较便宜 但是处理器的自身工艺是比较落后的 加上购买起来同样比较麻烦 就不做推荐了 推荐度D 更早的iPhone 6等等 就更不用说了 肯定都是D 包括iPhone SE 虽然便宜 但是都不值得买 因为体验并不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总结出来的 苹果手机的推荐等级 当然由于更新比较快 如果你是很久以后才看到这个视频的 那么这个表上多半已经不适用了 大家可以来我的新浪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回复苹果两个字 获取最新的推荐表 目前也有华为和小米的推荐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顺便说一下最近传言说 苹果即将推出iPhone 9 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信息 甚至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所以暂时也没有办法预估 不过重点无非就三条 处理器 主摄像头和售价 所以到时候再看了 最后来说一点我的感想 其实由于苹果手机的型号很少 好坏也都比较直观 所以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 并不是说该选哪一个苹果手机 而是应该买iPhone 还是应该买同价位的安卓手机 比如我经常收到这样的提问 我预算是五六千 请问应该是买华为的Mate 30 还是买iPhone 11 或者应该买小米10 Pro 还是买iPhone 11 这种问题真的很难一两句回答清楚 所以今天我专门的来讲了一下 苹果和安卓之间的区别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来进行判断 简单来说 就是选择更加简单易用的奢侈品 还是选择功能丰富的日用品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感觉我是一个果粉 因为我的主力手机和电脑都是苹果的 其实我依赖这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是我需要Keynote和Final Cut Pro这两个软件 它们也都是简单易用的典范 但其实功能上真的不如PPT和PR丰富 另外就是手机和电脑之间的交互非常好 传输文件便利 共享剪贴板这些功能 都是我比较看重的 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信仰 我只看好用不好用 比如说智能家居这一块 我就会更倾向于买小米的产品 因为更加丰富 米家的联动也更加好 小爱同学也比Siri要更聪明 所以我家里买了一大堆米家生态链的产品 然后关于手机电脑交互这一块 其实我感觉现在华为的多拼协同功能的体验 要优于苹果 所以其实现在苹果小米华为这些品牌 我都很喜欢 我这几期视频虽然看起来像是在搞品牌崇拜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 我喜欢某个品牌 是因为它做出来的产品真的好用 而不是为了某个品牌 哪怕用的很难受也要去买 而且如果一个品牌做出的产品确实很好 我也没有必要为了表现我的客观公正 而故意的不去喜欢它 更没有必要因为之前很喜欢小米 当竞争对手华为出来一个好产品之后 我就本能的去排斥 大家明明可以同样很优秀 所以这是我的逻辑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性的看待品牌这些事 而不是盲目的去站队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关注我 还有一键三连打开铃铛什么的 也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BONJO 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